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主而死之后呢 我也是学习为主而活 就在我与太太的婚姻关系里 我学习更爱她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喜爱篮球 差不多每天都打 甚至风雨无阻地打 但是当我愿意为主而死之后呢 我学习为主而活 我会想到太太所喜欢的剑步运动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 但既然我愿意为主而活 我就愿意学习放下自己的权利和享乐 偶尔陪她进行剑步运动 经上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 义人积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我们决定为主而死 也为主而活 因为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的爱就是为我们而死的爱 朋友 你需要接受这个牺牲的爱 信靠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才有基督的爱的激励 这个爱吹出你爱主爱人 这个爱使你发高伤来爱神爱人 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了 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为主而活 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主的爱激励他 他立刻采取行动为主而死 也为主而活 大清晨四点五点 他就跪在那儿读经祷告 他用以牺牲睡眠 与主亲近 向主表达他的爱 有一个父亲主的爱激励他 当他听到孩子的心声 明白自己对不起孩子之后 他就向孩子认罪 请求孩子饶恕 他跟孩子和好如初 相亲相爱 这位父亲 用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去爱孩子 弟兄姐妹 为主而活 一定正面影响你对主的爱 也一定积极影响你对人的爱 为主而活 也就是遵行主耶稣的大洁明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 尽力爱住你的神 其实也相反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洁明更大的人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